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四十集的感情問題一律見而傾天孤岸白兵 我是阿光 是 早晨 四十集了 不知不覺我們 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十個月了 你不是以為我會怕尷尬嗎 到今時今日 我經過了四十集的鍛鍊 我以為你說完十個月了 會再有話說 誰知道沒有的 什麼新生命 大肚子要十個月 好 好 不覺得很有意義嗎 大家 我們回到正題 來吧 今天我們有封閻 封閻 男還是女 男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裏 這位朋友我先說一下背景 開心事還是不開心事 打得上來開心的事我就吵齊了 這樣嗎 打得上來開心的事就吵齊了嗎 我們還不夠開心嗎 浪費命了 我們還不夠開心 在這個不開心的程度 你會給多少呢 我覺得他發生的事 是在他一個封閻的事件之後 再追多一下 combo 在雙口上面灑鹽 灑辣椒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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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膝蓋上面灑辣椒醬 好 現在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 分手之後 分手之後又要處理 扔煲費也好 執屋也好 DIG的照片 Facebook 通知診友 單身 甚麼醜 有些處理得不好 兒子或女兒 會四為槍 那不分手會好一點 要做這麼多事 分手很大 不分手又不會四為槍嗎 是啊 但是有得選 他就不少選分手 分手這些都很和平啊 你這個說法 被人飛才是最真相 是啊 那今天這位朋友 就是因為有同居 分手之前 哇 那個糾纏再複雜 我只想到租約 我已經想哭了 剛剛租第一個月就分了 租了一整年的租期 11個月 他有說同居的錢人問題 分手之後在IG上派花生 是啊 他被人派 是啊 被人派花生 哇 你看看你選 還要唱他 還要唱 還要開一個TG Group 被人圍 蛤 哇 有仇口 這樣看來 那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打給他們 試一下吧 電話已經接通了 電話已經接通了 恭喜你啊 你已經中了六合賽 你好像有些罩 我馬上再打給你 他是在摩斯密碼 他在求救的 好像聽到 他的意思是 他的女朋友在挾持他 幫我報警啊 幫我報警啊 現在是否好一點 Hi 是不是教了正音啊 是 喂 我是阿光啊 是 跟光哥一樣 馬上叫你直接給我電話 哈哈哈哈 你假裝的觀眾都不行 唉 你是否在配合我啊 我不是啊 你 即是我們保約黨有一集 來了一個民生師傅 是 那個民生師傅 就是跟阿光哥是生死之交來的 巨民 噢 那個民生師傅 是啊 他們一個共同的習慣 就令到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兩個都會 啊 啊 是 是 是 早安 喂 聽到嗎 聽到嗎 好啊 終於接播到光哥的朋友 我們之後再說 怎樣稱呼啊 朋友仔 怎樣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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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怎樣稱呼 你隨便想到化名 阿強啊 阿強啊 我叫阿強啊 阿強 你好阿強 我們剛剛有提到 你分手之後 有遇到一些 不愉快的經歷 不愉快的經歷 會不會分享一下 是呀 其實就 怎樣說 好呢 因為沒什麼準備 不要緊 我會幫你導入的 你多少歲 你 三圍多少 多少歲 嗯 25歲 是 那張多長 然後身高175厘米 那張 不是 講笑了 講笑了 那張什麼 28cm 還沒寫三圓嗎 還沒寫三圓 沒有寫三圓 這個不是重點 我們也先說 不要掉進去 還沒寫三圓 跟這個X拍了多久拖 是呀 一年多點 我又想問一下 阿強呢 那你其實拍了多少次拖 第三次 那位女士 你那個X又拍了多少次拖 你知不知 好似差不多 那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沒有啊 沒有啊 經常在IG找我肯定知道你沒有女朋友 變過黑還不怕鬼 還是轉了做彩虹戰士 已經出櫃了 我們先別說無聊 先說一下你的X 你的X是怎樣的 我們先說一下怎樣的分手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不要動點在X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這件事都搞到小小的大 雖然這個字有些問題小小的大 但我不想很針對很這樣說 我們不是說我不想說人慈悲 那就不要聽了 我只是想討論 好好討論 其實我明白的 因為這些花生當然是juicy 但我是想討論一下在香港也好 國人也好 男女關係入面 同居也好 或者去到20多歲這些年紀一起的時候 我們是否牽涉到一些所謂經濟上的東西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嘩 你今天是寶若朵 寫論文 你今天要討論文 對於這個放牧 或者龍間的傳統社會 對於婚姻有什麼影響呢 不好意思 繼續 我覺得如果我討論一些太過人的事情 未必每個人的情況都一樣 其實這樣反而價值就不在 你可以先客觀地去 簡述你們發生了什麼事 你不帶任何你自己的主觀角度 你先說有什麼事件發生 然後之後又發生什麼事件 那我們再加鹽加醋 加醬油下去好不好 OKOK 都要的 都要的 我覺得 都要交代一下 簡單概括一下 那些這麼公共性的事情就後話 不要再說客套說話了 我剁你了 快點直接說 不是客不客套啊 我也想不到第一次封煙 竟然是說這些兒女思情的 是不是 是 那 怎樣分手呢 首先就 其實分手是 那個主因是 因為我們本身一起住的 就住在他家裡的 嗯 那他家人就 已經離開了 就是離開了他的家 哦 他爸爸媽媽都各自有自己新的家庭 哦 所以就把房子給他 哦 就不是交租的 對 那就是 當然要交租 所以就牽涉到錢的問題 只是你交租而已 嗯 因為 其實整個過程 就是從第一天進去住 到最後我們一起了 到分手 是有幾個階段的 所以租金或者 被交租的人 都是有所不同的 因為本身就不只有我們兩個人住 其實房子都很大 那所以就 對 一路最後 蛤 有多少間房子啊 我發現阿強剛剛的流程的描述 是由租進去住 才再在一起 才在一起 是啊 哦 你張室有 絲絲有話 哦 哦 哈哈哈哈 你繼續繼續繼續 我們說 為什麼你最初會住在那裡呢 是啊 嗯 那時候就大概19年尾20年頭 那 嗯 嗯 明就明 哦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是啊 明就明 然後就 然後就住一間房子 然後就 剛好裡面就有一些 就是 叫做什麼 同事天涯淪落人 是啊 同事 同事 當他是同事 大家同事 同事天涯淪落人 變成同事 好 也對 因為大家在做同事 都可以這樣說 工作著 工作著 然後就一起了 大家都是 無身地工作 無身地工作 所以就 一起了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房子有多少人 其實 總共只有三四個 哦 可能有時候 有多一兩個 其他同事 久不久 上來 一起吃東西 好 好 因為一開始 其實租金 不是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 也無法額 那時候也沒有上班 所以就 其實是有 公司 公司幫我們出錢 有公司幫我們出錢 是 因為租金 因為房子 其實就複雜一些 可能是 他爸爸買下 在供 他們離婚之後 就轉了媽媽名 變了媽媽供 所以我們的租金 是交給他媽媽的 嗯 那好了 一開始 可能 忘記了一萬多元 還是一萬元 這樣的租金 那就 沒事了 因為有公司 他們幫我們 給了 那就可以了 之後 到我們 最後 可能 如果 記得香港的歷史 之後開始 之後 其他同事 已經辭職 那就只剩下我和他 我們又一起了 那就繼續一起住 嗯 所以 就變成我們自己 交回租 那時候 租金 就 好像 應該 一直都是 只剩下我們兩個 所以租金 就變成六千元 我和他每人擔簽 這樣 嗯 是啊 不是說 這個租金 對於一彎屋來說 絕對是不止這個價錢 就是遠遠低於的 因為 其實很貴的 那裏都是一些高尚住宅 所以叫做 懶靚的屍樓 我又想問一下 你是怎樣 你是進去才認識這個女屋主 還是怎樣的呢 因為他算是新同事來的 不是 他是新同事來的 是 但是他是屋主 是新同事 是 他是屋主 他媽媽是屋主 為什麼 為何一個 新同事 會是屋主的女兒 但是她是 後入過那間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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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本身 不是住那裡的 是 我們是認識 就是我們有這位 新同事加入了我們公司之後 他就提出說 其實我家裡沒有人 你們不用整天搬來搬去 這麼辛苦 就是公司宿 哦 那又來我家住 對不起 說漏了這個重點 不要緊 都還好的 然後就 明天都不要說這麼詳細 然後呢 散了之後 年多之後 是的 那散了 那究竟這一年 不如我再說一點 這一年 大家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是 因為那時候 沒有收入 我們做義工的 那間公司 所以 都很割據一下 財政狀況 其實就是 結據 因為一直都想著 結據一下 是的 對不起 結據一下 香港是割據的 是的 香港是割據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 是的 我只是希望香港 不要被割據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特別 找長工 以前是有的 但是 因為 發生了 來自之後 就沒有了 嗯 那就一路 收入 其實都可能是 散工 或者各樣 又 有些所謂的 叫做 黃店 那些 有些小手做事 那些做一下 這樣 嗯 那 跟著 所以 那個租金其實 繼續 那之後 因為都想著 其實 公司的項目 還沒完 一直都沒有找工作 都想著 隨時 要繼續上班 啊 就是要繼續 工作 所以就 一直都沒有 找上班 直到 原來沒有了 這個項目 都收了 剩下了 那就叫做 沒辦法 又出去找上班 正正正正正正 上班 這樣 這個又 另一個話題 不過 總之 都叫做 有收入 一個月 其實都是一萬多元 這樣 那 你說一萬多元 我自己 夠不夠用 直接是夠用的 交上三千元 都夠不夠用 都可以 叫做 圍倒生 那問題在哪 問題就是 但是 因為 由於同居的關係 很多時候 吃東西的 生活費 各樣東西 水電 買日用品 都變成 我自己 很自然 就會給了 所以 變相 我 那個 微薄的收入 就不足以 維新了 是 那就 產生了 這個叫做 錢引上的不足 錢引上的問題 對 因為 其實他自己 他和我都一樣 不過他家境 好過我一點 所以他就沒有 叫做 不需要 很擔心 這件事 雖然那時候 其實他家人都沒有付錢 他 他都是 一起幫黃店 做些手作 那些東西 其實 都是一個月 可能 四千元收入 這樣而已 那又變相 那 其實 那個問題在哪裡 那個問題就是 一直這樣維持了一年 過了個月 我都是天天去上班 天天去 就是 都是做建造業 其實就 沒有什麼 我一直覺得 不過就 散工 叫做 收入不是說很高 變了 開始一起得久了 他就會覺得 有沒有想未來 那些東西 那 所以 這個是 開始 我們的感情 會有 有些 叫做分歧的 一個交叉點 因為 他二十三 應該就是 小了兩年 這麼快就想 將來都幾 什麼 還有 好像家境也不錯 是啊 其實 我會覺得 他 不會說 憂茶憂米那種 就是說要比較 當然不能比 有時候我會說他離地 他會說 不是 我覺得我們 或者他 我有時候會跟他聊天 說他或者他的朋友 身邊的朋友離地 他就會覺得 他們其實是屬於貼地的一群 然後我想一會 都對的 其實你們是貼地的 只不過我這些 已經是地底了 我已經 笑了 是 分別是 分別是 就是 是這樣 你們的拍拖 淺錢上面 是影響 有幾成 你覺得九成都是淺錢上影響你們的感情 還是 性格 相處合不合 價值觀 那些影響大一點 對呀 對呀 這個話題轉得好 是的 因為 錢錢其實某程度上 只是一個 導火線 令我自己 心裡苦的一個導火線 對 因為我自己又不會 經常拿出來說 怎樣 窮辛苦 上班怎樣 只不過是心裡 有時候 沒有辦法 是怎樣都要吃飯的 大家 這個就是 的因素 因為 你剛才說到 價值觀 分手之後 我就更加確定 價值觀很不同 大家 是 你請 但是 最奇怪的是 最奇怪的是 其實 大家一起之前 或者一起那一天 已經 真的很認真 討論過 大家這些問題 才一起的 沒想到就是這樣 是一定討論得不深入 以及不夠深切了解的 這個是每一段的戀愛 都是會這樣的 是 你很難在剛剛一開始 兩個人一起的時候 很理性 很認真 很深入的探討 未來每一個五年計劃 是怎樣發展下去的 喂 來 我簡單問多幾個 拍拖那一年 你覺得 甜蜜的階段多 還是 痛苦難捱的階段多呢 那一年裏 那我又不覺得 有點痛苦難捱的階段 開心的 都開心的 最後為什麼散呢 就是因為 女朋友問洆湖 不是 是他家人賣樓 他媽媽說要賣樓 所以 我們要離開了 各自搬走了 他就跟他哥哥 是回到他家 因為他家人 還有一間公屋 在手的 是 很奇怪的 不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不奇怪 這個世界有很多公屋 我自己又回去 公屋的婦 那你就回到自己家了 還是再找地方呢 是 回到自己家了 那就相隔二地了 兩個 對 之後 分開幾天就叫分手 因為我幾天有工作 自己忙 各樣事情 他就覺得我少找他 不找他 沒有約他出街 這樣 那就吵起上來 吵著吵著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叫分手 叫了幾次分手 所以這次就 終於又被他找到機會了 嗨阿強 是不是剪了線了 我沒有剪到他線了 是在那 哎呀 嚇死了 你不回應我們嗎 還是剛剛收不到 是 剛剛說的 是不是 女朋友 就是借這個位 就乘機叫分手 那你是屬於 你屬於 你屬於玩牛還是說我敢分 那你是哪一隻呢 你是 我是屬於後者 噢 分手吧 那就很爽快了 是啊 然後分手之後 遇到什麼呢 遇到什麼問題呢 分手之後的問題就是 大家各自在自己的IG那裡 就有些微弱 然後慢慢就演化成網絡麻墊 慢慢又演化成這個 跟一些花生友 其他人一起在那 在那 開一個群組 一起在那 爭論 大家 噢 即是這段戀情 開始變成一個 大家去加把嘴的 公共話題 是的 有沒有上過聯燈 有沒有上過聯燈 你這些話題 我自己就已經 都不看聯燈 所以就不太清楚 不過 女方就經常上聯燈 很喜歡看聯燈 那些 各自的IG微弱 再演化成為 雙方網絡麻墊 那個點 在哪裡轉化呢 即是你可能 她又 應該 沒什麼 那 為什麼會發展成麻墊呢 我也是這樣想 或者我嘗試客觀點 去展述時間線 首先 就是一開始 她就 又在故事裡 戀了一些 聯燈的人 那些 精彩的言論 出來 感情台 來的 是 那我很自然 就覺得她 在說我們的感情 是 那我這個 真的很客觀的感覺 不是主觀的 那 那大家分手 她就 在感情台上 看別人的留言 然後 說很同意 那些人跟你想 將來是因為不愛你 那些類似 我不是正確的 但是 類似的意思 所以我自己又打 打幾句 那些叫春敏 在說什麼 他又覺得我 喂 分手 還在數我 即是她這樣說 她直接 DM我 跟我說 就說她分手 在數我 即是說我數她 又說什麼 即是 她覺得我 這樣說她 是 雖然我也沒有說什麼 對 接著她就 厲害了 年珠爆發 狂 整個故事 就來了 狂屌 就不停在那些小器寶 那些 都在那些 弄出來狂數 這樣 那你應該有不甘事弱 了 沒錯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 當中很多失實的陳述 是需要自己澄清 所以都 不甘事弱 這樣出來 不甘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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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最後 怎麼收拾呢 最後 怎麼收拾呢 甚至 因為我覺得 太煩了 不甘事弱 大家隔空對馬 給大家看 一來收家 二來 毫無公共性 我覺得IG 不是應該這樣用的 再者 我覺得 真的很煩 我覺得 所以 大家都是想 有個 給大家 大家吵的目的 不是自己躲起來 是想有人同意自己 的話 不如我開個群組 開個 Telegram 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誰對 誰不對 雖然我不明白 有什麼用 只不過 大家既然 在IG上吵了幾天 開了群組 就叫有興趣的發生 加入 即是你開了TG Group 你和X都在裡面 我的主意 然後大家的戰友 都在群組 可以這樣說 我會叫那些發生友 那到最後呢 最後 因為都吵了一整天 都開始靜 沒人管了 那又 他又 我不知道 客觀事實就是 他離開了群組 然後他的戰友 又離開了群組 這樣就完了 哇 你問我的主觀 你問我的主觀 感覺就是 他老修平勞 即是他們其實很生氣 從頭到尾 他們都很生氣 你是打贏場仗 你 我不要 我真的不要 其實 首先我不覺得 感情有什麼 誰對誰不對 這些 但是我覺得 還有 那個情況 其實這些 這麼叫做私隱相 私人的問題 要一些旁觀者 這一年 其實生活的 具體的細節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情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其他人根本是不會知道 不會有一個攝錄 一直在做直播 所以大家拜出來 最難受 最難受那個私隱暴露出來 大家討論 那個位置 是 有沒有關於性上面的事 呢 沒有啊 反而是 因為性那邊 其實大家很和合 都很合 主要是說大家行為上的指責 你這樣不對 那樣不對 我看不到你怎麼對我好 然後 總之互相在說這些 對 一來 我又想問 其實實際的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兩堆人的價值觀不同 其實只有他們一堆人 我自己是一個給他們 有什麼想問呢 白兵你 那變成兩個問題問 第一個就是 裡面 他有沒有說你的事 你覺得你真的不對 就是他有沒有說到 嘩 其實我這個位置做得不好 有沒有呢 在他 有 有 有的 一定有的 絕對有的 是 有就算了 你不說是什麼 就有的 現在 到最後 他們整群人就走了 那件事就告一段落 但是 其實 那些人 他什麼都不知道 那 你就說到他們的價值觀不同 那價值觀有什麼不同呢 哦 這個就 我覺得 這個都很適合大家 就是 詳細討論的一個內容 其實就 關於錢的問題 他們就會評論我 說我 二十幾歲人 還賺過一萬多元 一天 那幾個小時 因為我自己就回夜間的 就是凌晨工作的 所以就 建造業 做幾個小時 可能一天 賺五百元 一個月 一萬多元 左右 一萬多元 他們就覺得 我不夠勤力 一天只回那幾個小時 可以多回飯 賺多點錢 還有其實 他的家人 都是做建造業 雖然完全不同的範疇 那麼 他爸爸就有 叫做 邀請過我一起做事 我也有幫過他們走 只不過最後覺得 不太適合自己 所以就沒有繼續做 當然你說 賺錢那邊更多 一定是他爸爸的私人生意 一定是他爸爸的私人生意 會多一點 所以 他們就會評論我 有路 你又不去珍惜 不去做 有時間 只是 一天只回那幾個小時 又說不想回那多個小時 是因為不想做廣勞 其他時間 可以做自己的事 但是這一年來 你又沒有什麼做過自己的事 就是 那些興趣的事 那你怎麼看 你怎麼回應呢 就是你自己怎麼感覺 是 我自己怎麼感覺 其實這裡已經是幾個層次的問題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我自己覺得 找一萬多元 我自己夠花 其實我覺得 沒有問題 好一點的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這陣子很常常說 躺平的事情 我覺得是OK的 這個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因為香港人普遍很多都 不是這一種價值觀的時候 就變成大家有磨擦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有靜的時間 我自己怎麼用 這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 其實 我可以說 我自己對我自己不住的 就是 我有很多 我想做 我喜歡做 我希望做到的事 我還未去 踏出我的第一步 這件事是我自己對 我自己不住 但是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可以 嬉嵌這樣 就是我不明白 關他們什麼事 我又不是開台出來 收你們的道理 就是我又不是收課金 不是聖的 我自己 只不過 我有我的夢想 有我的興趣 我沒有去實踐 沒有去實行 我一直 其實 就是 不要幫自己想藉口 不要說 為什麼沒有實行 那些事情 結果 我一直沒有做 其實我自己對自己不住 我為什麼要跟其他人交代 又對 這個問題 又對 第三 有沒有第三 第三可能就是 其實也有的 就是關於 可能他們覺得 拿出來說這件事 拿不拿出來說這件事 其實 我當初很明顯 因為看到他拿出來說 我才拿出來說 我不會事不行 我完全是不想拿出來說 就是你不是先瞭者箭那個 你是回應而已 對 誰知就被人指責你是主動開球 對 對 對 這件事真的是 嗯 這件事真的是很不準 對 那天明你怎麼看 哇 糟了我想說些很殘忍的東西 我需要 準備好一些心理的狀態才聽 光哥 你是戴著耳機的 你掩著耳朵 你還是會聽到我說什麼 很狠狠 是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 喂我是忍不住頸 我是懷拖 那我真的忍不住頸 是 現在件事完了沒有 應該是吧 呃 都叫完了吧 好 那天明你來 件事完了 是 你怎麼看 我 阿強 原諒我是這麼坦白 也是這麼值 對 我喜歡 我喜歡 第一不要暫亂我肩膀病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你們延遲 不要緊 那 就 我覺得在這件事的層面上 純粹在兩個人之間的交往 我會覺得有可能性 就是 那個女生在跟你相處的那一年裡 她都不是展現這種 這麼 叫做牛腦的性格 什麼叫牛腦的性格 就是走過來吵 沒有人用的 就是她是走 分開了之後 一直走 一直在吵 這個男生 又怎樣又行 不行的 可能在那一年的相處裡 她沒有展現這種性格出來 我不去探究 為什麼她是這樣 到底她是隱藏也好 在一個同溫層 激發了她這部份的個性出來也好 那我不去探究這件事 但是我只是想了解 我只是觀察到 你做的一連串舉動 其實 很大程度都是想 跟女生一樣 就是 你是 你是 都很想別人去認同 你對那個女生的觀點 因為那個女生對你有很多觀點 甚至乎為什麼 封煙上來 你會一開始說 說得好像關於經濟學 關於社會學士 我覺得這件事 是用來包裝你 其實都很想別人認同你的這個需要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就不想說人是非 你就說 我不想說人是非 但是你其實去 我會形容 沒有是非善惡對錯這回事 首先在這個台上分享這些東西出來 第一就是 是保密的 不是 保密的意思是身份是保密 噢 我們不會有 今天對話是保密的 我們不外出的 你封煙完一大輪 你以為我們會外出 你會有機會在公海中聽到自己的聲音嗎 是不會的 哈哈 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身份是保密 沒有人會知道你是誰 也不會有人知道你的前方是誰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讓你去釋放你自己 我從你的言談之間 我感受到你的不滿 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看到你最深的那個不滿 是你對自己的 而我是很明白的 因為我也是一個對自己很不滿的人 我也有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 我很想做 我應該做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做 很多時候 這個社會最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在教我們 用一個錯誤的方法去填補內在的空虛 我甚至乎可以更加強烈地說 就是高仁很喜歡說 就是叫做革命情懷 革命兒女 你抗爭就容易會在一起 有激情 但其實 其實這個都是 在某一個角度去看下去 其實都是一種空虛的表現 就是兩者在一件轟動的事情底下 兩個人足夠空虛就會牽在一起 我覺得這件事對阿強來說是一個挺好的經歷 因為有很多人告訴你你是什麼人 你是可以從不同人的言語裡面 尋找到一些線索 到底哪些人說的東西是對 哪些人說的東西是不對 從而去審視自己 我需要跟你說一件事 我25歲的時候是一塊垃圾 你屎可以用來堆肥 你普通那些垃圾可以用來回收 而我25歲的時候 我是不死都沒有用的那些垃圾 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器官捐贈 如果不是我對這個社會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而我沒有選擇這樣做 所以我當時我25歲的整年 我對這個社會都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我對我的家庭 我對我的朋友 我對我的社會 我對我自己都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你25歲的時候 可能你跟我經歷同一樣事情 就是人工可能在別人的眼中很低微 好像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心力去發展 你自己想做 或者你自己想處理的事 甚至乎你跟你的伴侶分開之後 他竟然這樣 或者他跟他的朋友 竟然這樣發動一個圍堵的攻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挺好的經歷 就是早點去經歷這件事 你第二天再去面對的時候 你會更加懂得怎樣去面對 還有最重要的是 其他人怎樣看你 其實不是重點 你會去反擊的是 因為你介意其他人怎樣看你 而其他人怎樣看你 其實不是重點 他們怎樣看你是他們的責任 而你怎樣去做回你自己 你去尋找回你自己 尋找回你 其實人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如果覺得 為何我會晚了起床 為何我會起床 即使早上起床 我沒有吃飯 沒有應該做的事 其實是你心裏面有一些需要 你是沒有平衡到的 你去找回那個需要回來 我覺得這件事比起 去表現到自己符合這個社會 或者你朋友 甚至你前面的朋友 那個觀察的評價更加重要 就是你尋找回到底 你內在的那個聲音 這件事是更加重要 會不會突然之間 就北風一轉 轉到你太遠 這個掌聲是我獻給天命 我發覺他可以有一個能力去 開一個叫天命講經台 他很好 好白姐姐那些 我尋找你 他回覆整件事 再給一些很正確的評論 阿強你 真的 然後 那些道理 你要放下去 你才會發覺那種味道是 有點酸酥臭的 你放下去才發現 我也會 那些放下去你會發覺 你有經歷你有共鳴 你才得到那種感覺 阿強 如果 我 我 很簡單 就是剛剛 節目到現在都差不多 40分鐘 45分鐘 那麼久了 你已經 有啦 差不多半個小時 原來半個小時 不不不不 40 差不多40 那 我在阿強身上 我還沒聽到一些很實質的例子 如何不開心 如何分手 如何糟糕 我這個就 評論不到什麼 這裡是感情台 我集中說感情 我很少聽到你 如何愛惜你女朋友 或者照顧 或者如何不想分手 如何努力 這部分我想聽多些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 可以讓我聽到阿強 你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這部分給我聽 其實我 聽開白兵 也是一個比較 我自己 聽開白兵 也是一個比較反社會 偏激而沒有人性的人 不是 不是 這個問題不是白不白兵的問題 我想說會聽白兵的 可能也是一個比較關心 政治 關心香港的人 所以我們一開始 會有談過的一個問題 就是 如何都好 香港一定是 對我來說 香港是比所有事情更重要 所以 那時候我會覺得 段感情 甚至乎 這件事其實是 一直以來 罵過很多撤交 就是因為我認為 香港比我們自己的感情更重要 所以 你這個想法 你也很大 你這個想法 是不是真的有點錯 這些沒有對錯 沒有對錯 沒有對錯 但是很大 我們記不記得有一宗新聞 是結婚 在那段期間有一隊 上了報紙 是 是 是 然後 被人告暴動 是 告暴動 然後又 告不入 然後出來結婚 現在又上訴 有一對這樣的情侶 我主要想說 是 那你會看到 是 人家沒事的 人家又沒有 沒有 感情大一點 還是香港大一點 沒有特別這些分 那我想是 在你自己的 價值觀上 是不是一定要放一個排名下去 那你可以不放一個排名 因為 是 但是 無謂騙自己 香港的情況有多惡劣 很難保 十年八年後 有些 很極端的情況 可能譬如 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危險在身上的時候 可能 你不知道會被什麼人威脅也好 各樣東西也好 那 你要抉擇的時候 你會選哪樣東西 就是 一個我覺得要考慮定的一個問題 我 我不知道這個位 因為我沒有很熱血那種 在那段期間 所以我未必很有 你那個狀態 或者那個抹 因為我覺得是 有少少 不用這麼 Hardcore 去分 就是 要是Yes 要是No 要是黑 要是白 這個位 又或者他因為 可能他有經歷過 或者有 有阿恆 那樣 那是會 會有想過的 就是你有一天 你被人捉了 那你不說你手機密碼呢 我就被人捉了 這樣 那 那 那你就會發覺 原來你在這個塵世間 有一次的 情 還留在那裡的話 是很阻礙到你 遊行的 嗯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發生的 沒錯 那 就 其實 如果有這個想法 我比較理性一點 大家聊天 那就不應該一起 是不是 沒錯 沒錯 我同意 那不應該一起 但是都搞了一年 是不是 那又 就是 那句 沒有分對錯 純粹是 你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但是你在做的事情 好像跟你的想法 不是很匹配 沒錯 然後 硬了一年 那 大家都辛苦 那 就 雖然我又聽 聽來 你又沒有很多苦 因為你說都開心多 那一年期間 純粹是經濟上 大家沒有得 吃喝玩樂很爽 但是都 一起住 有得見面 有得吃飯 有得睡覺 就是上班就痛苦了 全香港誰上班不痛苦 其他都好像很正常 你跟女朋友拍拖都 嗯 是啊 那 那 又最後在罵到這樣 分開 似乎你們的職願是 在拍拖期間 沒有得到適當的溝通 排解 就是去到分開 然後才大家 互生 大發發 還有有這樣說的 就是 那個女方表達得 可能 可能那個女方 我當他小氣先 我一走當他小狗氣 嗯 那 我就 通常這些 我就vlog了就算了 就是 沒有眼視乾淨 就是好像 就是這樣 我不看連登 我就不知道那些連登仔 有沒有尷尬 就是這樣 就是我是這樣的處理方法 對 還有 你去回應對方的IG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你在自己地頭上回應 一些 東西 嗯 然後別人去追擊你 有沒有碰到你 別人都在別人的IG 搞這搞路 那就任由他 是啊 但是不要緊的 現在一件事就完了 那 希望天命給你的意見 你就可以 有所得著 放在那三袋裡 天命這些叔叔 就很少可以 失錢入人袋 是啊 那他現在失錢入你的袋 因為他沒有什麼錢在身上 哈哈 是啊 都多謝你今天的內電 感謝你阿強 很重 之後生活 幸福美滿 是啊 試試順境 大家都 平安 最重要是平安 順心 如果在我的角度 就是 你想香港變得好一點 是 又裂回那一段 不是 其實是要你有錢一點的 那你想 今天你是李嘉誠 你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是 這件事 我也有在其他台上 聽過類似的論述 我也覺得 是 其實也是 是 沒錯 主要也是 剛剛白兵說 你有錢 就像李嘉誠一樣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或者你像米家一樣 聰明到曉飛 那你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或者是 好像天命一樣 聰明 聰明 或者是 好像我們打拳的師傅 很好抽 可以幫到很多 喜歡遊行的朋友 做武裝自己 不是 叫做 強身健體 不同崗位 對 不同崗位 對 其實你令自己變好 無論是物質方面 還是精神方面 尤其是實際上技能方面 其實你令自己變好 整個香港就會變好了 雖然很少的程度 對 我同意 你找到一件 你可以有能力 又可以推廣出去的東西 持續繼續做 那你就可以發揮到你的影響力 我很同意 很同意 對 平安順心 對 再見 阿強 我也很尊重 謝謝 謝謝阿強 謝謝阿強 你們的崗位都做得很好 謝謝 再見 拜拜 很多人都不喜歡 你繼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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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我們 是的 很多人不喜歡 但我覺得不要緊 做得很好 好 剛剛說的 喂 喂 喂 收到錢 好 謝謝阿強 好 拜拜 這麼延遲嗎 拜拜 好 收到錢 這樣 那 這些叫什麼 有很多尷尬的位置 就是說 說完 他又好像聽不到 沒有拍 延遲了 然後又有很多搭聲 我聽到他有很多話想說 但他好像組織不到重點出來 他講了很多周邊 每個人都天命 天命那段濃縮我有計 四分多五分鐘那段 自自助機 我建議天命自己聽 天命是 而且他是沒有 我想說我也在沉迷我自己的內在 我認為那個需要是有什麼地方 是失去了平衡 還有天命那裡是沒有什麼 呼吸聲 很連貫五分鐘 一夜過五分鐘 沒有吸氣 其實他的心肺功能是很強 這部分我知道他平時有做運動 還有他記憶力也很好 你先贊 張阿強 講了四十分鐘的事情 他用五分鐘的結論 他用五分鐘的結論 再全部給他 再給他一個評論 這個 我看到天命的能力 讚的 讚 讚 不是啊 你剛剛那個什麼 尋找自己的平衡 那個是什麼 來的 是從哪裏彈出來的 其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這個人必須要承認 現在科學界有九大成因 是造成一個人抑鬱 或者是叫什麼呢 應該是焦慮還是 應該是焦慮 即是相關的情緒病 其中應該只有兩個原因 是跟你的腦袋的分泌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即是你有九個原因 有兩個原因 有機會是你天生就是 就不懂得分泌的那些開心的東西 一是你比較少分泌 第二就是你可能對身邊的東西比較敏感 那個情緒波幅會比較大 其他的原因都是一些外在因素 你知不知道其實原來一個人上班 而他的工作是他自己沒有辦法控制得到的 OK 即是可能我今天應該是打字的 但原來我是控制不到我的電腦的 OK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造成焦慮的 這件事是可以造成抑鬱的 更加簡單直接的例子 就是一個人如果他失去了工作能力 令到他感受到他沒有辦法應付他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他會抑鬱的 即是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很實在的原因 去構成他為何解決情緒出現問題 但其實這個地球上大部分出現情緒問題的人 其實我想說 差不多有5個人 即是總人口5%的人 是有情緒問題的 這個地球上面 所以有情緒問題其實是很平常的 OK 其實大部分有情緒問題的人 都不是一些真實質的原因 你是找得到他有沒有欠人錢 他又沒有工作問題令到他連生存也生存不到 他又不是控制不到自己的工作內容 又不是怎樣又不是怎樣 他又沒有情商又不是怎樣又不是怎樣 為什麼他又是有情緒問題呢 是因為其實你內在有一些更加深層的需要 其實你沒有去滿足過他 然後你無視了一些內在的聲音 就是去聽這個世界告訴你 你這樣是不正常的 就是剛剛八兵最開始問你 怎樣走個平衡出來的那一刻 你就由情緒帶到下去內在需要和外在灌輸你的東西 衍生了剛剛你說的話 是嗎 因為我最近聽到一段都令到我 有落淚的一段演講 就是一個抑鬱症的 他曾經有抑鬱症的一個學者 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研究抑鬱症這回事 因為他本身也有抑鬱症 他很誇張的 他去到他30歲的時候 他是得到了一個成就的 就是那些情緒科的醫生 那些精神病科醫生 可以開藥的上限 就是他30歲的時候就可以拿到的上限 即是他很嚴重 嚴重也很教官 他就是發現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 就不停地告訴你 輕情緒病是有問題 精神病是有問題 然後他在用一些不正確的方法 去引導你去解決問題 而其實那些方法 永遠都不會解決到你的情緒和精神問題 那是什麼方法是不效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如果一個人 他有講一個類似這樣的例子 就是 有一個人 類似東南亞地方的一個農民 他去耕田的時候 不小心踩到美軍流下來的地雷 然後炸斷了一隻腳 他農民 他不是有錢 所以當他康復的時候 他裝了一隻二枝 裝了一隻假腳 就要迫著去工作 他只有抑鬱 其實最後解決問題的方法 也挺好笑的 為什麼呢 就是第一 他曾經在農田中受過巨大的創傷 因為他被人炸飛了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你剛好回來 裝了一隻假腳去耕田 是很痛苦的 當時他很幸運 有一些很厲害的心理的醫生 即是心理的學者 在那個地方做研究 然後他們就去找他 然後去幫他 他們去到的第一句話 只是跟他說一件事 就是 我們跟你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會陪你的 這件事其實就是一個有情緒問題的人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跟你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會陪伴你 而不是說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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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你要耕田 你就閉上眼睛吃止痛藥 然後裝一隻假腳 落去農田那裡耕 如果你怕你看到那些畫面 你閉上眼睛就看不到 這個社會是這樣跟你說的 是 但其實這樣是不會舒緩到他的情緒問題 就是情緒有不健康的人 其實需要陪伴 和同理心 體諒包容 是非常之需要陪伴的 而他這個案子最後解決問題 那件事 也很現實 因為他是一個很現實的原因 然後他就在那裡想 其實他這樣保持在田裡 他會回憶起創傷 然後他的腳又痛到PK 那不如這樣吧 我們買一些乳牛給他 他拿牛奶 不用耕田 也有收入 那就可以了 然後他們這樣做 然後真的幫他解決那個抑骨的問題 而當時那個學者就說 原來買一隻牛給抑骨症的人 就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是不是 那當然不是 那很簡單就是斷個案子 就是他的國家 他的職業 解決到他的生活所需 他的收入 牛和耕田這一下 就剛好可以幫到手 那就不是說買一隻牛就一定可以 這個案子是買一隻牛就可以了 那他的情緒就舒服很多了 那就好了 我們就變成這個心理治療台了 那沒有緊要的 這一部分呢 就是我們回到感情 情緒和感情台上面 就是有很多東西牽連到的 就是你的情緒影響到你跟伴侶相處 你跟伴侶不能夠坦誠溝通 你很多東西屈住屈住又會 有機會學到變成天命所說 這樣會抑鬱 那是一個 你能不能夠找到一個可以給你 抒發你內心說話的樹洞 或者人物 那這個我覺得 很重要的 作為人很重要的 你作為一個健康的人都需要的 無論是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還是你的愛女也好 如果他是能夠成為 你一個可以把你內心 所有黑暗面 或者是可以把你內心 很多重擔都可以分享的人 這個人你之後要好好珍惜 那就天命是其中一個 這類人 我知道 因為你看到阿強的故事 天命能夠這樣回應給他 那我聽到阿強是很滿足的 就是那個收線前的回應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其實剛剛講到阿強 阿強那件事我也想再說多一點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都很年輕 其實23-25歲 所以無論是阿強的 Ex 我覺得他有機會是 他不懂得怎樣處理他的情緒 而可能他身邊的人又比較八婆 然後就說 我們一起罵他 其實有很多位 可以不用發展到 這麼差的阿強的故事 雖然他都不是說得很差 我也不覺得很差 有馬戰就有馬戰 都是一件事 那聽阿強的口問又不像是很影響到情緒 因為都試過千景了 還是試過境遷 試過境遷 試過境遷 那就是他應該心理狀態都好 他打上來我想抒發一下 還有一來喜歡你們 我知道 聽得出來 跟你們兩個去談一談自己的感情事 趁機借這個感情台 根本他整段說他們的感情事 都不多過二十句 我覺得他在說這個社會政治偏多 他不懂得怎樣表達 年輕人 他在複述故事能力到 他可以提升很多 其實他真的很想討論 究竟因為錢而分開 其實他一開始都下了這個點 然後就不見了 拜拜 他都不算因為錢要分開 算算的 如果他有錢就可以繼續一起住 不過他要分開住 那就省了 有個位置在賴到說 錢佔你多少成 我問他還是價值觀其他大 對就是這個位置 價值觀 他的價值觀的位置就是 為何你可以卸住住生活 為何你不勤力一點 眼不塞 我想他們的價值觀在這裏 還有他剛剛有個回應 我多說一點點 就是他講到 我找那個人工一萬多元 我不是想強調那個額賴 這個錢這個金額 那為何我要 為何我要這麼辛苦再去 就是牢碌自己 來去找些不需要的錢呢 這個位置我想comment 一句就是 如果你是在拍拖 你是有伴侶 我生活 你應該會回答我 是很在拍拖的狀態 當然他最後也有說到 其實他可能一直都想分手 任務大事的時候 二女私情要放在一邊 這是不是歷史上的文人 雅是必定會有的情操 當然不是 不是嗎 這是屬於什麼儒家 還是物資 還是什麼學派 這個思想 這個情操 其實都沒有關係 但是 物家是博愛兼功 博愛歡樂全萬家 就是他就是 我們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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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過得很苦 我們要過得很苦 就是這樣 我們要過得很苦 那就行了 我如果過得快樂 和開心一點點 但是國家還在受難 我是恥屋來的 這樣是不是 這隻 我 又未去到這樣的 但是他們是講苦行的 嗯 他們會講苦行的 他們是講苦行的 其實 從古到今 都會有一班人 都會說 哎呀 我們的兇奴未免 何以為家 我們的外敵都未搞定 我們憑什麼 成家立室 一定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中觀你整個人生 或者西方也好 中國也好 所有歷史也好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想的 還有大部分人都是結婚了 成癮了親 就是中國歷史上的 就算他們的贊任 再重大也好 其實他們都會結婚生孩子 是啊 你看看郭靖幾個大盒 不是一樣 移女私情 不是移女私情不合 就是分花開的 所以我剛剛說 跟阿強說 其實沒有非黑即白 在國家大事未完成之前 不應該拍拖 這件事 我的看法 就算你自己處於一個很危險的那個境地 其實都可以拍拖結婚 還有你更加有個心態 就是你要保護你重視的人 你喜歡的人 你已經更加會落到力付出 那當然那個對象 是不是你甘心去賣命 那這樣是 對了 我覺得都是沒有所謂的 總有些人認為 他需要將他的身心 所有時間都要奉獻 在某一個位置 所以他選擇 不跟別人建立關係 我覺得沒問題 OK 但是 就算沒有愛情 都要有友情 因為如果一個人 斷開對所有人的連結 其實那個人很容易因為寂寞 或者孤獨而抑鬱 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最後 我自己落一個 我的經歷 在拍拖上面的感受 和一個小得著的分享給大家 我和光嫂這段戀愛 剛嫂在曾經有個位置 和我說過 其實這樣 你和自己一個 沒有拍拖有什麼分別 這樣問過我 他說這句話 不是hash 不是什麼的 就是這樣問我 你做的事情 你又在這裡 他說我會做什麼 你會看YouTube 你會打機 你上班 你會做很多你自己都做到的事情 那為什麼你需要拍拖呢 然後那一刻 我就是 那個佛子的鐘在那裡 動動動動 動動醒了 對呀 那我怎麼鬼呢 其實我做這麼多這些自己的事情 其實我正在拍拖 和光嫂 我應該可以做很多 和光嫂一起做的事情 就是一起Youtube 沒錯 就是一起Youtube 一起打機 就是一起 那 那 你剛剛那幾句 其實有很多 就是光嫂這句話 叮一叮到我的 就是 我由單身去到一段新的戀愛 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是光嫂 叫做容許我 或者是接納我做這件事 那我的心態是會覺得 哇很好啊 一段戀愛可以 有空間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哇 很美滿這個戀愛 那光嫂叮醒我的就是 可以之後想多些 兩個人都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那這個我覺得是 我一個頗有得著的 分享給大家 可能在其他拍拖的朋友眼中就是 這個道理很簡單 這個道理 那對我來說 是一個帶得著來的 因為我的體驗不多 就是 由單身一段長時間 到去拍拖 有很多位會沒有了一個很明確的就是 我有光嫂 有很多事情都要想一下光嫂 有很多事情都不要太自己 因為我很舒服的做自己 所以會不知不覺又做了自己 但是有光嫂在這裡提一提我之後 有很多事情都要考慮光嫂 成為一個個體 我們兩個人是一個個體 不再分離我 那這件事是分享給大家 叫做 你笑什麼 求生慾望Max 得著來的 真的是一個得著來的 你是領略不到光哥剛剛那句話 求生慾望 所以你才會覺得他是求生慾 可以 其實就這樣很理性看 一對戀人拍拖 其實最基本就是 已經成為一體 什麼都想兩個人 但是我們有時候在現實生活中 你很容易會做回自己 很容易分離我 這件事在我實踐上面 叫做不是犯錯 因為做自己不是一個錯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很多事情沒有分對錯 但會容易令到對面的伴侶會覺得 其實你不是很需要我 你不是很需要拍拖 這件事我覺得在一段戀愛上 大家都有需要和被需要的 那光嫂在我身上 他找不到自己為甚麼 為甚麼要阿光跟我拍拖 阿光是可以自己 完全做到一個很舒服的自己 他是不需要我的 那他會有這些小迷網出現 那我分享給大家 叫做 有時候拍拖很久都會滑了牙 有機會 或者是未拍拖的人 可以抹下這一點 就是以後你對著你的伴侶 不要說求生欲欲 而是正面的想 就是多些照顧對方的感受也好 或者從對方的出發點也好 什麼都問一句 喂 這樣你想不想去那裡 想不想做那樣東西 想不想要那樣東西 什麼都可以就問了對方的意願 對方就覺得 他很想尊重我 他什麼都很重視我 那這件事我覺得 我們一起來了 很多很多 很多尊重 我認識郭哥之前 都不知道什麼叫尊重 我們一起尊重 我們一起尊重 那這件事大家謹記 就是用一個歡樂的效果 包裝這個這麼深層的道理 就是這樣 就這樣啦 就這樣啦 好 再見 完全跟主題無關啦 拜拜 很多尊重 拜拜 拜拜 拜拜